姐姐放開啦 這樣子會負責我 放開啦 負責我我會負責 放開啦 你不要負責什麼責啊 你沒有放開啦 負責你怎麼辦 你把他弄死了 你要負責耶 雙方不斷互降 藍色商業的女子小心抓住 兒還用雙腿互助 就怕他到處亂跑 灰色商業的男子14組 不斷叫對方放開 也不甩一旁的圓警不斷勸說 原來他帶著兩隻兒散步 卻沒有牽身 甚至還放任他們在馬路上亂喘 2號上午10點多 新竹市北大路上 這裡的車流相當大 有一名男子帶著兩隻兒走在路上 疑似途中有兩名夫人看到兒太可愛 想伸出手摸摸他們 兩隻兒被嚇到跑到馬路上 不過四組卻沒有阻止 兒就這樣悠閒的走在汽機車旁邊逛大街 看到的民眾都嚇出一身冷汗 警方正好在附近處理交通事故 貨包到場後 開著巡邏車跟在兒後面 就怕有車輛撞上 接著將四組和兒兒帶到一旁勸導 不過四組火氣卻很大 不僅不理會原警 甚至還叫對方閉嘴 我聽到彈小聲 XXX那麼久還彈小聲 我自己看 還有沒有警察 我自己看 大聲對原警嗆聲 最後被帶回警局 原警也忙著用警棍引導兒 乖乖坐上巡邏車 兩隻兒在警車後車廂 不斷好奇的東張西望 建議道交條例84條自單開法 儲薪臺幣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款 並是否涉及到違反動保法部分 將喊請動保處著辦 四組沒有牽繩 還放任動物到處跑 影響交通安全 可別以為兒會看紅綠燈 萬一出意外 後果恐怕不是 我會負責四個字就能解決 TVBS新聞陳世銘陳家同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